早晨各位 早晨各位 現在倒轉看了 因為早上是八點多九點了 早上馬來西亞 這兩天 回來之後就傻了 還有收到很多人的關心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大家的關心 首先這兩天一回來 又是沒有姐姐在這裡 清潔了房子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我的主場 我的廚房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 我的廚房 爐頭 微波爐 焗爐 洗碗 櫃 這裡 做麵包的 做蛋糕的 這裡就是 餅乾 這張桌子就是我們老公吃東西 這個風景是很漂亮的 最愛就是這裡 我這裡真的要看一下 這裡我老公做給我的 是不是很漂亮 有了所有我要煮東西的爐具 我蹲不到 因為我蹲不到 我每一間屋都有這些東西的 不過馬來西方大一點就大一點 小一點就小一點 我每一間屋 這是我的特色 我老公做給我 我不用蹲下拿東西煮飯 我最自豪就是這個 這些就是我的首飾 其實如果熟我的人都知道 我每一間屋 我在香港 在中山 在馬拉西 我每一間屋 我的廚房都是這樣掛的 大小的東西都是這樣掛 因為我蹲不到 我老公說我蹲不到 去拿那些櫃 那些櫃桶那些 所以他做的東西掛著給我 我要煮什麼 我就拿 煮牛扒 我就拿牛扒 煎雞蛋 我就拿那個煲餅 我就這樣拿 我就不用蹲下 這個是最好的 上一次那個真的很經驗的旅程 就真是 幸好有你們陪伴 因為我一定說出來 我很辛苦 很深度 很多人 一下機就很多很多很多 收了成二百多個訊息 就問一下我的 那這裡 很多謝這麼多人疼我 真是多謝 多謝大家 那麼 現在一早就開始 我做個早餐給我老公吃 做完早餐呢 做完個早貨 我們就一起去買菜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坐在家也不可以做 是不是 那我們不如看一拍 在馬來西亞的超級市場 或者街市 我不會去街市 我去超級市場 看又怎樣 買什麼 煮什麼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撿得很漂亮 這間屋 我真的下機撿了十個小時 抹地 早夜 所以 有時候家裡有姐姐 都要對她好一點 其實姐姐都很辛苦 那當然 因為媽媽、婆婆更辛苦 多疼愛媽媽婆婆和媽媽 真的 OK 晚點見